國內一間專攻公職考試的補習班 有離職員工將補習班 歷年來建立的學員名單 還有課程資訊帶走之後 在網路上開課 補習班則是報警 將這名員工移送偵辦 而出估侵權的市值超過了一億兩千四百萬 而這名員工呢 曾任警大電算中心代理主任 多年前就曾經因為接受考生賄賂 篡改成績被判刑 來到郭新南籍的住家 警方查扣警察三等資訊 課程教材 電腦主機等證物 或許男子去年在國內一家專攻警察 公職考試補習班任職 除了教學也負責資訊系統 軟硬體設備採購管理維護 與補習班簽訂員工保密協定 卻被發現離職時 將補習班的學員名單 課程資料帶走 還自行開設線上課程 考題題目 實在是變化太大了 也非常快 補習班報警處理 警方初步統計侵權市值超過一億兩千四百萬元 男子被依涉嫌違反營業秘密 著作權罰等罪嫌移送偵辦 將歷年受課的學員資料以及課程著作代理並作為營利使用 由於此類資訊具有經濟價值 認為郭顯未遵守保密的一個協定 侵害其著作權以及營業秘密 蕭清全的補習班拒絕回應 據瞭解郭姓男子曾任警大電算中心代理主任 二十六年前接受刑會協助報考警二季的考生篡改成績 涉犯貪污罪 二零零五年被判處十五年定驗 刑滿初遇轉職到補習班授課 但據掌握郭姓男子否認侵權主張帶走的東西教材是他所編創 但警方提醒民眾在公司任職期間研究或開發的營業秘密 原則上數公司所有除非契約另有約定 記者王康婷 許正俊高雄報導